德云社最有意思的作品无疑是《八马挂》 当演员说出我退出时 郭德纲总是会说一句 孩子退出德云社你会饿死的 如今德云社的这句话也再次得到应验 作为德云社的前大师兄 严宗海和郭德纲初次相识 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唱和被帮死的好先生 让他给郭德纲磕了三个响头 于是就成为了郭德纲首的第一个徒弟 一文不明的郭德纲满腹能耐 可惜正值人生的至暗时刻 对于前途和未来两眼一抹黑 江湖中飘零 很快和严宗海失去了联系 2004年下半年 苦煞苦等了十年之久 德云社终于开始火了 确切讲是郭德纲开始火了 2005年德云社继续高歌猛进 声名确起的郭德纲和德云社 终于飘进了严宗海的耳朵里 失联多年的师徒俩 终于得以再续前缘 严宗海正式赐一名颜云达 并且列为首徒 虽然多年未见 但是郭德纲对他 却充满着浓厚的感情 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位徒弟 虽然颜云达是大徒弟 但这只是名义上的 本身没有多少学艺的精力 相声能耐差了太多 但是郭德纲却一直在力捧 甚至说是有点偏爱的力捧 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严云达的退出是迟早的事情 没有经历过苦难 就得到了成功的果实 不会有人珍惜的 严云达走得干脆利落 把拜师的扇子 醒目等都退回给了师父 并且不劳郭德纲费心 把云字还了回去 严宗海也小看了相声商演市场 高估了自己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逍遥两年之后的严宗海 成立了听海阁相声会馆 距离德云社小剧场仅700米 开业当天作无虚席 其后连续几天的演出 观众热情很高 这给严宗海错误的认知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严宗海 开始招兵买马 希望听海阁成为第二个德云社 很可惜的是 当开业的浪潮退去之后 严宗海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可笑 从作无虚席到个位数的观众 这个落差在数月间发生 严宗海使劲浑身结束 从门票打折到直播售票 可惜观众根本不买账 听海阁观众爆料 一个小剧场只有区区八位观众 而演员数量却达到了十位 十位演员伺候八位观众 最近严宗海酝酿转型 从相声演员到古装脱口秀转变 票价仅9.9元 依旧没有多少观众支持 即使严宗海公开露面 通过直播带票 销售结果依然尴尬 肉眼可见 这种门票销售业绩 听海阁说能持续一年都是奇迹 要知道严宗海这次的造梦 没有赞助商 都是自掏腰包 花了大价钱请演员 租了和德云社一样的场地 换句话说 不管是房租还是演员的工资 对严宗海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严宗海再次应验了 郭德纲的预言 离开德云社 真的会饿死 对